大家好 我是Den 去年傻眼对待APINK让粉丝们都非常生气的KBS开与特出见 今年又做了非常傻眼的事情 前几天有跟大家说过 Seventeen所有成员们都接受了检测 部分成员们已经收到了阴性通知 剩下的成员们也在等待结果 然后所属公司也为了遵守防疫规定 取消了所有行程 但是供应电台KBS的想法却不一样 他们没有时间等待Seventeen的自主隔离 反而通知他们来预录KBS开与特出见 KBS让除了检测结果还没有出来的Excus之外 其他12位成员们都上台采盘 而Excus的位置则是由伴舞来代替 就这样采拍之后 KBS就让Seventeen成员们化妆等造型都准备好之后 就这么等待 继续等待 但是因为Excus的检测结果仍然没有出来 到了最后 KBS才通知取消Seventeen的出演 Seventeen就这样等待了4个小时后才回到宿舍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这就是被耍大牌了 结果反而Seventeen公司在被骂 到底是怎么搞的 不管谁看都是被印交出来的 为什么要骂孩子们呢 去年是剪掉APIC的舞台 今年是跟Seventeen耍大牌 真的是争议不断 对 其实我也看到很多黑粉们趁机攻击Seventeen跟Plaidys 我们仔细想一想 公司跟艺人们都宣布停止了所有行程 但是KBS把他们印交出来 还让少一个成员的状态下采拍 最后才通知取消了他们的出演 更何况 如果Excus的结果是阳性的话 Seventeen的其他12月成员 以及属生命的工作人员 不都是密切接触者吗 而且当天在运露现场的工作人员 真的希望在疫情稳定之前 电台们能取消这种颁奖典礼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男同志们最喜欢的奶奶的排行 女同志排行在这 大家知道Ethan and Word Come吗 就是这样二选一自己喜欢的人物后 挑出最终胜者的游戏 今天这个排行是在韩国男同志论坛 以男同志们的挑选胜率做成的排行 跟女同志排行一样 希望我们都能以轻松的心情来看 10位 B2B 余生姐 9位 Ongseomu 8位 2PM Juno 7位 Day6S 1PM 6位 EXO DIO 5位 5位 Bang Tan Son Yang Jin 4位 Musta X Shonu 3位 Bang Tan Son Yang 2PM Bang Tan Son 1位 1位 2PM 2PM Uk Taeyang 1位 2PM 1位 2PM 1位 2PM 2PM 1位 2PM 2PM 1位 2PM 1位 2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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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PM 2PM 1位